热门韓剧《鱿鱼游戏》在全世界持续爆红 根据发行商Netflix 也就是网飞公司的数据 目前《鱿鱼游戏》的收视户 已经超过1亿4200万户 在94个国家里排名第一名 《鱿鱼游戏》虽然没办法在中国上架播出 但却依然受到许多民众的热烈追捧 不但与《鱿鱼游戏》有关的商品纷纷大卖 就连剧中出现的碰糖也大受欢迎 掀起一轮别开生命的鱿鱼商机 不过各界抢着吃鱿鱼商机 却吃出了问题 阿里巴巴旗下的视频网站YouKu 在10月20号发布消息称 他们准备制作一档综艺节目 叫做《鱿鱼的胜利》 要仿照鱿鱿游戏那样 把儿时的游戏搬出来进行团队对决 不但如此 就连节目海报的设计字体与色彩 都几乎跟韩剧《鱿鱿游戏》一模一样 因此也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严厉抨击 批评制作单位是抄袭鱿游戏 是蹭鱿鱿游戏的热点 许多中国网友纷纷批评 这种做法是丢人丢脸丢到国外去 消息传出之后 鱿鱿游戏的制作方 韩国网飞公司也出面回应说 他们并没有跟中国的制作方 针对版权问题进行过讨论 也就是说 优酷这档鱿鱿的胜利 是没有经过授权的 连问过韩国网飞公司都没有 面对排山倒海的抄袭批评 优酷网站也尴尬的出面回应说 他们是误将海报设计的初稿进行了使用 他们目前要推出的节目已经改了名字 叫做游戏的胜利 好 请注意 优酷虽然出面道歉了 但却只是让一个网络小编出来道歉 而官方并没有任何高层出面回应 而且优酷也没有否认 这档节目的内容设计会跟鱿鱼游戏很相似 换句话说 到底这档综艺节目的内容 会有多少比率跟鱿鱼游戏很相 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这场意外的鱿鱼插曲 也再次勾起了一个严肃话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节目 戏剧与文艺作品经常抄袭外国呢 话题二 通货膨胀百物齐账 大涨价时代来临 相信很多国家朋友们最近都感受到 好像所有的物价食品都在涨价 特别是能源 最近国际油价不断上涨 现在西德州原油已经大约是每桶84美元 创最近三年来的新高 在美国家中甚至有加油站的价格 已经飙升到每加轮8.5美元 但是我们在美东这边 前两年的油价大约才只有每加轮2.5美元 或者更低 而且不但油价上涨 粮食也涨价了 根据企业界的推测 到今年底 美国的食品价格可能会上涨10% 到时候人们就得掏出更多的钞票来买单 有市场分析师指出 目前美国的物价上涨 已经导致每户家庭 每个月得多支出175美元 用在日常的基本开销 好 那为什么美国的物价会快速上涨呢 其实不只是美国 世界许多国家都遇到物价飙涨的问题 这背后有几个主因 刚刚我们说过 国际油价最近快速飙涨 而其他的铁矿、煤炭等等的原材料 也受到疫情减产 和国际运输量减少的因素 跟着涨价了 那换句话说 几乎各行各业需要的生产原料 能源和物流运输等等 全部都涨价了 那这些成本就会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 所以从今年到明年 我们很可能会面临大涨价时代 而且这个百物起涨的现象 不是只有美国 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共同问题 特别是中国 最近也出现了原材料上涨压力 还有电价也要上涨 那接下来 全球可能都要面临 剧烈的通货膨胀压力 生活的成本与支出 都会大幅的提高 请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了 感谢观看